Hello 各位同學 又是我 DSC 數學療文 今天繼續來到 2021 年 JUPAS 排位攻略 今天會和大家講一下 PolyU 的計分方法 和報讀 PolyU 的課程前有什麼要注意的事項 又比於前幾集 今天這一集的內容是會複雜很多很多很多 因為 PolyU 的計分公式有很多條和不同的比重 所以待會教大家如何看 PolyU 的比重計分 內容是超級究極大王龍甲獸 超夢夢的複雜 有定心理準備會有很多數計 因為它除了很多不同的科目 有不同的公式 有不同的比重之外 M1 M2 亦有另一個計算方法 因為 PolyU 本身有提供 High Deep 的課程 High Deep 又有另一條算式去計算 所以淋淋種種有很多不同的公式我們要處理 所以待會有超級多數計算 這段影片會和大家講一些重點 即是最基本教大家如何看比重 如何計分 那些細節位可能要交給大家慢慢細看 以及建議大家放榜之前 如果你是心疑想報理工大學的課程 在放榜之前也看一看這段影片 因為到時放榜之後只剩下三天時間 或者有些同學可能只有兩天 如果你的個人時段是比較前 其實你只剩下兩天多的時間去排好你的Drupal 要排到最完美的 所以如果到時才要排文的話 可能也蠻影響到你的進度 因為放榜之後難免有些緊張 情緒有些起伏 再加上我會給你那份文件 即是PolyU官方的文件 就是教你們如何計算不同的比重 其實這條數也是很複雜的 所以如果到時放榜之後再看 即是再慢慢爬文的話 其實都會蠻影響到你的進度 以及蠻阻礙你的時間 所以都比較建議放榜之前 先看這段影片 或者放榜之後看都可以 這段影片都會幫你省了不少時間 大概講一個重點 告訴你 概括就是PolyU會如何計分 事不宜遲 我們馬上開播 起點都在JUPAS官網 按到PolyU的Logo 4個P字 接著是紅色Logo 我覺得這個很漂亮 簡單設計得來 有多象徵Poly 按進去 按照樣也是 先看PolyU的最低入學要求 即是你起碼要過到這個要求 PolyU才會考慮你的申請 跟大部份大學一樣 都是在行332233的玩法 即是你起碼要讀六科 如果只有五科 基本上可以這樣說 無論你多少分也好 都不會考慮你的申請 但是PolyU有一件事 比其他大學特別少少 就是它有一個走斬位 它可以只有一個Elective 但是如果你的M1M2 即是你又選擇M1M2 可以使用M1M2 去代替另一個Elective的要求 令你同樣符合六科的資格 當然你的M1M2 起碼要拿到一個3 如果M1M2 我有副,但我只有一個1 當然就不算 但如果M1M2 拿到3或以上 可以用來代替你另一個Elective的要求 可以變成一個Elective 以及再多回答M1或M2 這樣都可以通過大學修身的要求 就是這樣 然後下面有很多詳細的資訊 我就不再細讀了 即是關於應用學習科目 或其他語文的要求 各樣各樣 這裡交給同學有需要的話 就慢慢爬文去看 因為這不是本集的重點 重點就是待會計分那裡是超級複雜的 另一方面 因為Poly有提供HighDeep Program HighDeep的入學要求和Degree有少少不同 HighDeep方面要求你中英文2條2 剛才是2條3 但HighDeep那裡是2條2 然後它再沒有限制Core定義 即是不在乎通識數學還是FreeCampi 總之中英文以外 即是不再細分Core或Elective 即是中英文以外 即是中英文以外 它不會再細分Core或Elective 即是中英文2條2 再回答多3條2 這樣便可以込入學的收身要求 這樣便可以込入學的收身要求 這就是HighDeep的玩法 這就是HighDeep的玩法 下面亦有很多仔細的規則 有很多條文在此 交給大家仔細看 接著到這裡 它也提到 講明Combine Search是沒有Penalty 這麼多年來都沒有 其實正路 你可以考多過一次DSE 多過一次只可以兩次、三次、四次 然後會Combine 最好的成績 考慮你的申請 它也講明是沒有任何扣分機制 所以Retect, Repeat 可以放心 接著 比較重要 我們進入氣力 就是 先回到PolyU的這一行 接著在List of Program 按進去 看看PolyU有什麼課程 可以讓我們選擇 在這個版面 同學通常會選擇自己心儀的課程 即是看自己興趣是什麼 即是計劃一下選不選到 計劃一下分數 我隨便按一個 例如這個 這個叫做運輸系統工程學 這個好像當年我都去過interview 有interview 這麼多年來也是有的 我自己排Drupass那年也有去過in 這個 按進去之後 當然其中一個最重要要看的資訊 都是要看一看 這個program往年 究竟有沒有收過Band B 或者以後的Banding學生 你看到上年Band A有18個 接著有4個人來自Band B 3個人來自Band C 即是說這個program 如果你很想進去Band A 當然沒問題 但有些同學會覺得Band A 我三個失滿了 Band B後面的位置 我也想利用一下 想用一些位置去搏一搏 這個位置一定要放一些 往年有收過Band B的program 放進去搏 看回這個program 其實也算是可以的 因為他18個人內 有4個都多於四分之一 也有4個 然後後面還有3個 來自Band A以外的同學 所以放到Band B 也算是還有些機會搏 所以如果你想利用Band B的位置去搏一些自己有興趣的program 這個其實也不失為一個選擇 當然如果你有其他選擇 Band B是收得更多人 我知道比例上 收得更多人 當然就可能要考慮其他program 如果你說這科其實我也有興趣的 但Band A我真的沒有位置 我想再放Band B 其實這個選擇都可以的 不失為一個選擇 看完上幾年的統計 我們便來到整個修身程序中 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Admission score 究竟是如何計算的 在這裏按進去 讓它混合一下 讓它混合一下 OK 進入後 第一件事先看 剛才是運輸系統工程學 英文是T字頭開頭 所以在這個版面 先按T字頭開頭 然後便會找回剛才的運輸系統工程學 我們先看看 找到了 找到後便在這裏按進去 也要讓它混合一下 可能是我網速的問題 就是這樣 先看看這裏 剛才我們隨機選擇一個program 選擇了運輸系統工程學 按進去後 基本上這個program 所有對於你報這個program 有用的資訊都可以在這裏找到 我們先看看 有些少許課程的簡介 讀多少年 收多少人 哪個professor負責 後面有些課程的概要 有些什麼認受性 以及課程是讀什麼 有些簡單的資訊 最起碼 如果你是收到一些大學的interview 邀請 去interview之前 無論如何都要先看一看 看看這個program 是讀什麼 然後看看有些認受性 有些出路 這些排文方面 去interview之前 一定要做得足 因為很難說 例如你這樣問我 例如這個標題叫做 運輸系統工程學 其實它實際是讀什麼 有些科目 看標題 其實可能會抽象一點 未必每個同學都知道 內容是讀什麼 所以最基本的排文 都是要做足 好 你這樣問我 我會覺得像是工程 像是物流那方面的東西 我以前淹了很久之前 我都不太記得 當時我排了什麼 但是 你這樣看字面 我會覺得像是物流 像是一些 信號的系統 但其實你還是要看 課程讀什麼 你才可以肯定得到 所以如果你收到這一類課程 記得 基本的排文 要做到足 OK 我們先說回正題 回來 繼續看下去 就來到重點 就是 它的課程 你報的時候 其實是有不同的科目比重 不同科目是有不同的比重 好 接著它這裡就列出了 就是這一科 有什麼 DSE 的科目 它會看得特別重 它會乘一個比重 擴大它的優勢 這裡就會列出所有 對於這一科來說 有比重的課程 OK 對 但是看到這裡的你 一定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 我知道這些科目是有比重 但是這些科目的比重究竟是多少 是乘1.2 1.5 還是乘2 還是乘3 比重究竟有多大呢 這個我們待會再說 暫時在這個位置 我們可以知道那科目的課程 是有什麼科目有比重 OK 好 接著 繼續到這裡 因為PolyU是不同的科目 又有不同的計分公式 以這一科為例 它是計算最好比5科 但不一定 其他科可能是計算最好比6科 4加2 所以一定要看得很清楚 就是究竟這一科的計分公式是怎樣的 好 然後就是它有比上年或者前幾年的科目的分數 你做參考 譬如說我們今年2021年去報 即是我們是2021至2022年入學 所以就是它給上一屆的平均分是19.2 然後它後面括著 就是去年這一科也是在走Best 5 為什麼它要特意跟你說 這一科上年是走Best 5 你說去年條公式不重要 最重要是今年計算Best 5 去年是怎樣計算不關我事 不是不是 這個位置其實都重要 都要care 就是因為我舉個例子 如果去年不是計算Best 5 而是計算Best 6 而今年的公式轉換成Best 5 即是說計分公式轉換了的時候 去年的分數未必做得準 因為去年報這一科的同學 他們都懂得計算 他們一定是計算到自己最好處的分數 而去報這一科 所以如果去年公式和今年不同 你是拿著今年的公式 去跟去年的同學做比較 變成中間可能會有個五差 所以最好的狀態就是 今年是Best 5 去年也是Best 5 所以去年的分數對你來說 才有最高的參考價值 就是這樣 接著繼續下去是一些應屆的同學 或者畢業生的一些感想 這些可以慢慢爬文 最後就是一個叫做Interview Arrangement 它說明這一科有沒有Interview 如果有Interview 它會在何時Interview 以及它Interview的模式究竟會如何 很快地想一想 它就沒有說明 就是Interview 會是Online進行 還是實體 你要去到PolyU 那裡進行 但是一切都是以 它通知你來Interview的E-mail 或者Message去作准 所以記得留意你的E-mail 你的Gipers帳戶 以及你的手機短訊 各樣各樣的渠道 它會再同時 到時如果它叫你去Interview 就會詳細交代 Interview的形式 究竟是怎樣 因為在這裏暫時看不到 它說是Online的 但是因為我問過很多不同的同學 他們今屆收到大學的Interview 其實多數都是Online的Interview 所以我猜其實都應該是Online 不過當然也是那句 看它叫你邀請去Interview的E-mail 上面所說的才能做得準 就是這樣 看完基本資訊 我們開始看看那個計分公式 這條數是超複雜的 OK 我們回到最上面 這裡有一個叫Admission Policy 然後在下面 Admission Selection 我的英文是超噁心的 我自己也知道 就是這樣 英文比較廢 OK 然後一邊看下面 首先看第一個重點 就是PolyU 先說Degree Degree的課程 它有很多不同的計分機制 分別有Best 5 這裡 即是計算你最好的5科 簡單一點 然後看下面 就是有中英文和最好的3科 都是5科 但是你的5科裡面一定要有中英文的 也可能有6科 可能是計算Best 6 就是讀7科 就是計算最好的6科 好了 也可能是4加2 即4個Core 無論如何都要計算到Admission Score 然後再加多2科 考得最好的Elective 所以你看到單單是PolyU提供Degree的Program 其實已經有4種計分公式 所以當你心疑PolyU的一些Program想報 記得要看清楚 就是那個Program是計算多少分 即是計算什麼的計分公式 那條公式對你有沒有利 因為舉個例子很簡單 譬如你讀7科 然後可能有2科失手 也不太好 這時候Best 5一定是對你有利 Best 6因為局你無論如何都要計算一科失手的分數 所以這時候就要看公式對你有沒有利 好了 看完計分公式 我們現在看看比重 因為剛才我們在前一版網頁 提到它的科有什麼DSE科目是有比重 所以它會列出來 關鍵來 究竟如何計算比重 原來是有3種 分別就是乘10、乘7、乘5 究竟是什麼呢? 原來整件事是這樣的 它會先將你的科目分成兩堆 一堆叫Core,一堆叫Elective Core的科目就是中文、英文、數學、通識 起碼都乘7 最起碼都乘7 如果數學有比重 數學就會由7提升到10 即是說如果有一科只有數學有比重 英文、中文、通識就會乘7 然後數學就會乘10 Core的科目最起碼都乘7 接著到Elective又如何計算 Elective是這樣的 有比重的都乘10 沒有比重的就會乘5或乘7 究竟是乘5或乘7 它就沒有詳細公佈 我猜視乎不同的program 它有不同的抉擇 這裡叫做留一點修身的彈性 應該就是交給它自己決定 所以它就沒有公開 究竟Elective那裡 如果沒有比重的話 究竟是乘5或乘7 只說5或乘7 我們馬上看看例子 它上面有很多個例子 去演算這條公式出來 我們逐個例子去看看 如果課程是計算最好 假設有個學生 考了4個Core 以及3科的Elective 以及M1M2 在Degree裡面 M1M2會直接當作一科 所以你會看到M1M2 在Degree裡面 看看這個學生的成績 這裡有些乘7乘10 有個正好的 代表那科有比重 我們現在懂得玩這個遊戲 我們看看這個學生的分數 應該如何應用這條公式去計算 首先Core 有個5星星在Core 3 我猜是數學 Core 3 然後 因為它正在行Bonus的制度 5星星是8.5 所以它就會拿8.5乘10 計算到85 這是它最好的一科 然後Core裡面 有另一科也很厲害 拿到5星 但今次這一科是沒有比重 我舉個例子 譬如說是中文 中文拿到5星 它沒有比重 所以它就乘7 沒有比重為何乘7 因為它是Core Core起碼乘7 於是乎7、7、49 它就會有49分 計算下去 這是它第二好的科目 另外兩科Core 它考得不太好 但其實它都會乘7 因為Core 然後看看Eletiv Eletiv 有一科Eletiv 是中了比重 一中比重 就算你是Eletiv 也好 它都會乘10 所以它就會3乘10 等於30 這是它第三好的科目 還有一科Eletiv 是拿了4 但這科Eletiv 就沒有比重 但原來它暗地裡 是5 定7個位 這科Eletiv 是計算7 所以它就4 7 28 它又計算了28分 這就是它第四好的科目 最後它有一科 是拿了5 拿了5 但是 雖然5 是有Bonus 有5.5 但這科Eletiv 原來它暗盤的比重 是乘5 所以它計算27.5 不夠高分 所以沒有計算到Best 5 究竟它第五科 第五好的科目是什麼 原來只剩下M1M2 M1M2只有4 它不夠剛才的subject 3 即Eletiv 3的科目那麼高分 但原來暗地裡 M1M2的比重是7 那麼4728 它計算出來是高於27.5 所以最後這個學生的分數 計算出來是28分 那麼就計算到第五好的科目裡面 因為它計算Best 5 所以之後的科目就不計算了 所以最後它計算出來的Emission Score 220分 就是拿回剛才成員比重之後的分數 去加總和出來的 有200多分 所以如果有時候有些同學 用一些在網上下載的 一些很方便的分數計算器 你進入你的成績之後 不知為何零零射射是Poly的分數是幾百分 這些絕對不是計算器出錯 而是計算器背後的一個原理 就是乘5乘7乘10 所以是很容易成到幾百分出來的 就是這樣 我們再看看之後的例子 這裡 另一科也是Degree Program 它計算中英文 再加上你最好的三科 看看它又如何計算 首先就是中英文 不管它取得多少分 五星就算了一個Bonus 給它當作7分 但其實無論它高分還是低分 中英文這次是一定要計算 所以你看到它這裡是Yes 這裡是Yes 原因是為什麼 就是因為這次它計算的公式 是中英文必須要計算 然後再加上三科最好的科目 所以中英文它怎樣都計算了 就算它可能中文考得好 英文考得不太好 其實兩科都計算了 現在就是接下來要看 剩下兩個Core 和四個Elective 要選最好的三科 計算下去 我們馬上看看這個同學的成績 它有一科Core 很厲害的 拿五星星 計算Bonus 計算了8.5 所以最後 再加上這一科是中了比重 所以它得到85分 這是它中英文以外 排最好的一科 85分 然後第二號是什麼 它有一科的Elective 一般般就拿過3 但是它中了比重 它乘了10 因為一中比重 就算你Elective 也乘了10 計算出來有30分 排第二 接著有另一科 就是拿4 但是這次沒有中比重 不過原來它五和七個位 這一科是計算7 所以4,7,28的情況之下 它得到28分 這就是它第三號的Elective 最後 計算中英文的分數 它便得到213分 這條數就是這樣 還有兩個例子 分別是計算Best6 和計算4加2 但如果你看得明白我上面那兩個例子 以下這兩個例子 基本上可以靠你自己看到 最重要是拿著中指 首先它有沒有比重 有比重便乘10 如果沒有比重 看看它是Core還是Elective 如果沒有比重 它是Core 那它會乘7 如果沒有比重 它是Elective 那它可能會乘5 或者乘7 這是大學自己決定的 好 就是這樣 所以先解決了 就是Core的計分方法 值得留意的是 Core在PolyU來說 不是說錯了 M1 M2 在PolyU來說 是會直接當作一科 所以你看到M1 M2 拿了個4 譬如這個例子 然後成員的7 有28分 它便直接計算到Best5 所以M1 M2 是可以當作一科 這樣計算的 不過只限Degree Program 因為待會我們便會處理 High Deep的計分方法 是比Degree Program 更加複雜的 OK 那我們繼續看下去 OK 好 先看看 好了 給High Deep Program 它便說 整間PolyU提供的High Deep Program 它也是在行一條公式 叫做中英文加最好的三科 去計分 好了 先看看 這裡以下下來是一個例子 我們先看看那個科目比重 看看High Deep的科目比重 好 這裡 它便說 在High Deep Program中 中英文起碼會乘7 如果有比重 當然會乘10 其他課程是5或7 即是它的分類不再是Core 還是2 它的分類是用中英文 和不是中英文去分 OK 我們馬上看看它的例子 好了 在這裡 譬如有位同學 就是中英文剛剛緊緊拿2 排面上中英文不是最好的成績 不過 因為它的計算方法 For High Deep 中英文是一定要計算下去 所以沒辦法 就算中英文不是最好的 也會被迫乘7 乘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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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於2個14 這樣計算下去 中英文應該會乘7 是因為它 逢親中英文就會乘7 起碼 就算沒有比重 中英文也是會乘7 就是這樣 接著 到Core和Elective的位置 我們再看看 它是有一科的Elective 是有比重的 這裡打了井號 所以這一科是會乘10 再看看 它最好的科其實是怎樣 它有一科5星星拿到手 所以計算給它8.5 就算這一科是沒有比重的 它乘5 它最後也計算是最高 它得到42.5 這是它中英文以外最好的科 第二科是什麼 就是剛才提到的那科 就是剛好撞正有個Elective 它是有比重的 乘10 所以這一科3乘10 計算到30 就是第二號 即中英文以外的第二號 還有另一科 就是Core4 我當它是通式 Core4 考了4 但因為它沒有比重 但亦因為它是Core 所以這裡可以乘7 所以這裡 對不起 說錯了一句 回頭 它是沒有比重 而Core是沒有關係的 因為在HiDeep的計分公式裡 就算是Core 但你不是中英文 其實都不會說 at least乘7 所以這個乘7 是真的 在5和7之間 選擇了7 去成為Core4 所以這裡乘8分 強調 強調 這個7 是不關Core事 這個7 可能那科 也算是關關的事 例如那科是讀Engine 這科可能是數學 有些關係 所以就選擇了7 去成為4 所以是完全不關Core事 在HiDeep裡面只有中英文 和不是中英文 所以這科就是因為它本身拿了4 而剛好又撞正 它的比重是乘7 所以算出來是28 這是中英文以外的第三高分 所以算出來的總和是128.5分 這就是HiDeep和Degree之間的分別 這個玩法 然後這裡 也強調 其實剛才很多例子都應用過 就是PolyU是在行一個新的Bonus 的計分制度 就是如果你拿5星星的話 它會當你8.5分 這是一個超大的優勢 然後5星就當作7分 然後5就5.5分 然後4或以下的那些 就和你往常計分一樣 5或以上的科目 每一個Grade就會獎0.5分 有一個新的制度 好了 當你以為整件事 整個世界搞定的時候 實在太天真了 哈哈哈哈 因為它還有最麻煩的東西 就是M1M2的問題 M1M2就是Degree之中 是簡單一點的 因為Degree之中 它直接這樣說 它就當你一個獨立的科目去計算 所以就是M1M2 只要你成員比重之後 你的分數是高於其他科目 它便會計算到你的Emission score 裡面 但是 Hideep M1M2的計算是超級麻煩的 這裡有一段字 當然我預先是爬過文的 如果不是 即場看到即場 也可能要幾分鐘的時間 它在說什麼 其實就是這樣 我們先什麼都不要說 先用例子回答你 用例子看是最簡單 這裡 這裡有個學生 他就報考Polio的Hideep Program 每一格就是代表每一科的成績 首先你也知道 剛才提到 Hideep是一定計算中英文加Best 3 Hideep一定計算中英文加Best 3 所以無論中英文 考高分也好低分也好 他都一定要計算下去 你看到這裏 14、14一定要計算下去 問題就是 中英文以外的科 如何找出Best 3 這裏 今次的例子 這位同學有讀M1M2 而且M1M2考得不錯 之餘還要有比重 其實M1M2很高分 究竟計算方法是如何計算呢 整件事是 首先第一步 你當自己看不到的M1M2 即你當自己沒有讀M1M2 你先照原定Pan 去計算你的Best 3 好,看看會發生什麼事 如果我當自己沒有讀M1M2 你當看不到 首先你最好的相信就會是這課 你拿五星星的 然後你中了比重 乘10 你有85分的Emission Score 這就是你中英文以外最好的科 所以這就叫做Best Subject 這是計算下去 然後第二高分的是哪一個 有一個Elective 是拿Level 3 然後也中了比重 所以計算出來有30分 這30分就是你第二好的科目 第三好的科目 有個Elective拿4 他沒有比重 不過在5和7之間 這一科是中了7 所以就是4728 他就會計算到你第三好的科目 所以如果這位同學 是沒有M1M2的話 剛才那三科 就是他Best 3 他就計算完 分別是85 然後 30 以及這一科叫做28 如果沒有M1M2的話 收工 我們就計算完 Emission Score 但是你事實上是有M1M2的 不可以無視 M1M2又如何計算呢 你說這裡拿5星 然後bonus了 當你7分 然後還要成10 還要比重 成員出來有70分 絕對高過你剛才那些28 30那些 現在究竟是M1M2代替了剛才那些28 究竟如何計算呢 這條數 這件事是這樣的 如果你有讀M1M2 而你的M1M2計算出來的Emission Score 是高過你本身的Best 3 隨便一科 在這個例子而言 無論你30還是28 其實70都會高過他 而你又可以高過你本身Best 3裡面的某些科目 那你就在你的Best 3裡面 找到最差的科目 甚麼是Best 3找到最差呢 我們重溫一下 這個同學本身Best 3是85 接著是30 接著是28 Best 3裡面最差的科目 自然就是28 好了 先找到這科28出來 接著他就會把你的M1M2的70分 以及這個叫做28分 就是你最差的Best 3 兩科加上除二 即是各自成0.5 接著一個計算到14 一個計算到35 14和35 兩個都計算到你的Emission Score裡面 這就是他的玩法 即是如果你的M1M2考得好 你本身Best 3裡面排最後一科 他就會跟最後一科加上除二 這就是High Deep裡面的M1M2的計分方法 先強調一下 是High Deep的計分方法 Degree的話 就直接當你M1M2是一科這樣處理 OK 但有另一個例子 我們先看看 另一個例子 也是High Deep的 所以中英文不用管 因為中英文一定會計算下去 無論你考得高分也好 沒有那麼高分也好 都是一定要計算下去 現在的問題就是 要找中英文以外的Best 3出來 看看 這個同學現在這個成績 最好的科一定是這個 他拿5星星之餘 又中了比例是10 所以85分 沒有懸念 一定計算下去 第二高分是這個 拿3 但是3中了10 於是他拿了30分 這是他第二好的科目 接著 還有一科Eletiv 拿4 4沒有中比重 但在7和5之間 原來這科是計算7 所以他計算28出來 首先他不理會自己的M1M2 他先找Best 3出來 接著看這位同學的M1M2 拿了2 M1M2原來是有比重 是有10倍的比重 但2乘10那一下 計算是20 這個情況 我們先在Best 3中 找了排最後的科目 因為現在Best 3是85 接著是30 接著是28 即是Best 3中排最後的科目 應該是28 好了 現在M1M2的科目 計算完比重後 是20分 即是高不過Best 3中排最後的科目 所以這個時候 M1M2就會不計算到你的Emission Score 直接用你28做Best 3 當你沒有考過M1M2這樣便可以了 所以簡單一個結論就是 如果你的M1M2考得好 他便會和你Best 3中最終的科目 加上隨意 但如果M1M2考得不夠Best 3中最終的科目 那麼M1M2便會直接沒有影響 直接計算你本身的Best 3便可以了 所以原來是有兩種情況 有時會計算有時是不用計算的 對 這條數為何我會說一開始這麼複雜呢 但它不是不是都計算 它是有時計算有時不計算 而計算那裡又要加上隨意 所以其實需要很多的例子讓你看得明白 所以就是這樣 也就是那句 Hideep那裡也是在行一個新的計算方法 就是5星星是8.5 5星星是7 5星星是5.5 這樣去bonus一些分數給你 OK 好 還有其他淋淋種種的東西 但我只提了重點 這裏就不特別逐一去細數了 這也是重要的 也說一說 就是如果你考多過一次DSE 它便說明是沒有 penalty 是不會罰你任何分數 總之就算你考得最好的一次 Combine去計算 但有一些叫做 similar subject 什麼意思呢 就是如果你考多過一次DSE 那你可能第一年你考M1 第二年你考M2 那這兩科 它是不會當兩科 給你去計算的 它便會計算你好一點 那一科 譬如我M1拿過4 M2拿過5 那便只算我M2拿過5 就不能當兩個Elective 這樣玩 有其他類似的 相似的科目 它也不會說 你兩邊都考過 我就當你兩次 它便不會 包括就是Bio 和有Combined Science 分別就是Bio 和有Bio Combined Science Camp 和有Camp Combined Science Physics 和有Physics Combined Science 然後到BAFS 其實我知道你們的BAFS 可以選擇Account 和Management 如果你是第一年考Account 第二年考Management 那邊 它也不會計算你兩次 它也是計算你好一點的一次 然後還有一個叫Technology and Living 另一個也是Technology and Living 不過一個是Fashion 另一個是Fashion 另一個是Food 另一個是Food 就是這樣 兩邊都考完 當然不會計算兩次 計算你好一點那次 就是這樣 然後還有其他的 淋淋種種的資訊 即不是最主要的資訊 我就沒有在這裏說了 純粹是最想提出 各位同學 記得報考Poly的時候 要留意科目的比重 原來是這樣計算的 還有各樣的資訊 譬如說 interview的日期 interview的形式 又或者剛才提到的 repeater的一些 類似的 subject 都要留意一下 但它還有其他 淋淋種種的資訊 我就不逐一在這裏介紹了 有興趣的同學 可以在這個網頁爬文 OK 到最底發現 原來PolyU 是挺少的 有Facebook 有IG 有Youtube 有興趣的 可以訂閱他們 去看看 你心儀的大學 有什麼最新的資訊 整件事就是這樣 今集就講得比較久 因為那些數字 真的要很詳細 逐條去講 我們下集再見 好 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給我一個like 還有comments OK 我們下條影片 就會講一下中大的計分方法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